哈囉 大家好 聽我的聲音應該就知道我是誰了 我就不露臉了 還丟人 其實我一直都在思考 要怎麼去面對這一切 首先我必須當然還是道歉 也很抱歉 辜負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在這一次的這一波的事件裡面 我也是坐地難安 心裡很過不去 但我必須講 在過去認識耿如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我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改變自己 這些年我覺得我做的真的 應該是有到位了 後來生了孩子之後 我又更想要努力 可是很多事情表現不了 已經發生了 很多事情也不可能去推翻 它已經發生過了 我做再好 我去照顧更多人 幫助更多人 我都知道這都來不及了 心裡的疙瘩 它只能用不斷的復甦 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改變 去調整 可是我知道 這都很難 很難去掩蓋什麼 不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像我這樣子 一路走來的 甚至是有一點變態變態的 養成的原因 我沒有要辯解什麼 我只是不斷地去思考 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 那故事很長 如果各位有興趣聽的話 就努力聽下去 很多事情它一定是有個原因 有個起源 有一個人嗎 我在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媽媽就出軌 因為那時候我很黏她 所以基本上她都是帶著我 我有點忘記是姓葉的 還是姓高的一個男人 然後開計程車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傷痛是 他們可能帶我出去 然後出去玩之類的 在飯店裡面 他們就在旁邊上床 可想而知 那個對我來講有多麼的震驚 然後 我也覺得 好像 好像就是這樣 那當然會啊 跟我爸爸一定離婚啦 我也曾經在我爸爸的房間 搜到A片很早 然後到 國小還沒什麼大事發生吧 國中的時候 然後 心裡也有點 所謂的變態吧 我跟很多 班上的男同學 有一些比較親密的互動 大家都在探索性 我也一度懷疑說 我是很喜歡男生 但我也有喜歡女生 好奇妙 我也會偷看老師的裙子啊 跟小屁孩都一樣 跟所有小屁孩都一樣 那我也覺得 嗯 自己真的有點變態吧 後來我就跟男生少了一些互動 那 因為哈日嘛 就也設立了A片文化 A片文化裡面就有很多真的是滿變態的東西了 說真的 然後我就 就 開始 試圖也想去學習一些變態的內容 好 不管是 因為心語很旺的時候 一定搞不好可以打三次 國中生嘛 經歷真的很旺盛 後來再長大了一點 有一些機會 所以 我也 就 做了一些覺得很瞎的事情 現在就覺得很瞎 當時一定是充滿快感 一定是覺得 哇 耶 這樣子 我想現在在做道歉都已經來不及了 就像很多人會說 他們碰到這個書 他在心裡留下的很深刻的陰影 永遠忘不了 其實我也是啊 我也忘不了這些 很奇怪的 我也不覺得是一定 對的 可是當下你就去做了 不管是跟同學也好 當然還有我媽媽加租給我的那個 也是一個我永遠忘不了的事情 那最近這一波呢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因為 不管是我身邊的 我看到的 嗯 我也覺得 大家一定都很辛苦 嗯 可是我也在想 帶來的真的都 不可能會躲得掉 過一天是一天 那麼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所謂的這類型性騷的陰影 會帶給很多人一輩子的 不舒服 直到他講出來 講出來 大家就開始公審啊 討論啊 分享啊 罵罵啊 或者是真的一定該罵就罵 那 那麼這個陰影會不會消失 還是只是造成更多人的 我們看到過去這兩個禮拜 很多事情發生之後 有些人都已經走了 有些人都還在位子上 有些人怎麼樣 然後他們的 他們的個人當然就 就翻車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 他們的家人 他們家人 很無辜的要去承受這一切的一切 我想我也不例外 那麼 也就是說 從兩個人的 變成了很多人的 然後大家的陰影 大家的傷痕 永遠都不會好 我們小時候受過一個教育 就是說 偷擾人處且擾人 然後還有什麼 面對他 放下他 可是我知道這種很深刻的傷痕 他很難真的放下處理 然後 什麼都讓人處 就是得過且過 但我這幾天一直在想 假設對方 他的 他改變了呢 假設對方他身邊的人 也經不起這些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 就像又生事件 八年前我沒說 八年後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覺得 他有小孩 他有可以改變的機會 我們願意 給他一條路 當然有人就還是不願意嘛 沒關係 這個沒問題的 那我也在想說 哪一才是對的 我們都會犯錯 在不同的領域 然後可能被原諒 原諒人 但心裡沒有過去 五月末 我也還是會想起來 我現在講的不只是 me too 還有別的 職場的body 還有給女的body 包括我媽媽的 那個畫面 我不可能忘記的啦 小時候這麼多事情 早就忘了 但這個事情不會忘 那我接下來講的也是 是其他在我人生裡頭中 帶給我傷痕的人 我也不想要什麼得過解過的 因為 我也沒有被原諒 不過當然這過程很矛盾 我也在想說 像那些性侵犯 他們真的坐牢了 很恐怖的犯法的 他們出來了 各位會不會把他的名字秀出來 然後貼在網路上 然後讓你身邊的同事嚇一跳說 喔原來他就是我們隔壁的 打掃的 原來他就是我們這個餐廳的服務生 要小心他 他進去過 不要給他機會 因為他很恐怖 更生人不都是在等待的機會嗎 現在這些被爆出來的 都連更生人都比不下 當然他們沒有去坐牢 可是他們在這個社會上 真的是連更生人都比不下 因為幾乎沒有從來的機會了 名氣都很高的 比起那些現在在你身邊的更生人 他們是不是 真的沒有機會 更生人我們給他機會 不會公布他的名字吧 可是大家現在就是獵巫嘛 我過不去 我也要讓你過不去 永遠遠過不去 你不可能再工作了 你不可能再出現在任何地方 你只能躲起來 比那些 不管是殺人放火 性侵的更生女孩 還要慘 好我要講的是 就是 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當年 我們在分手來的過程 來的去去的過程 前後的 當然也有一些很傻的事情 比如說我有一些東西被小S發現 小S也不開心 那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 科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 可以去否定 否決 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艾拉也好 方小軒也好 周俊瑋也好 全部都逃過 我還記得 像瓜哥啊 童中康什麼的 還坐過牢啊 還是幹嘛 忘記了 大家都還付出了一點什麼 大媽也好 搖頭也好 那個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搖頭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長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概是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 周俊瑋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到韓國那次我也不快樂 我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 它可以把我抱進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那個夜店 裡面都在課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我逃不過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得過 還有很多啦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健哥 老吴 當年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瑄 後來又冒出一個威威姐 她到底 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到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 她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她最大 她贏嘛 最近她在講她謝和璇 什麼告贏的拿了幾萬塊 我也是覺得很悶 很不爽 人家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著幹嘛 炫耀就著幹嘛 你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不去鼓勵人家 照顧人家呢 你要告人家 這也是某種我權勢 不是嗎 這不是嗎 她很會講嘛 就我了解 她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她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她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說實力很高 節目很長壽 人氣很旺 我有時候都覺得這三小 然後 當然有一些是聽來的 在森迪家 大家會哭著回去 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一樣啊 大家其實不都一樣 都是 都是假面嘛 還有那個鄭國鑫 在中山堂主持節目 後台抽煙喝酒 古蹟耶 誰敢制止 誰敢 那大家不都活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錯了 他們都很棒 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 too嗎 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說出來 我管你們去死了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啊 然後 太多了啦 那個已婚女歌手跟製作人搞在一起 對她是你情我願啊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說嗎 如果是你情我願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阿姨後台形象也好得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意思 形象變成那樣 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嗯 我沒有要非得要拖大家下水 拖大家下水 可是 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原諒這件事 有沒有放下這件事 有沒有你明明知道但你就算了 應該是有的啦 好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我也傷害過被人 我也被傷啊 有一位 有一位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又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趕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誰敢跟你講啊 你到時候拿去節目講 那你當年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 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演技間 下夢 約完會 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還寫了一首歌叫做 你總在他們面前 表現你對我一切不聞不聞 那明明就在一起丟包 後來分手還寄了一封信 還把他那個鼠女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著 傻子 然後罵了一頓 扯東扯西的 這都是我的陰影啊 還有那個姓假的也是 是你在追我呢 那你喜歡的事才這樣怎樣 你在追我 後來突然間又分手消失 去殺小 然後下雨童也是神經病 始終不成年 你中了 我不懂啊 這些因應我都放在心裡耶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傷痕 我也不會說哪以前 好啊現在大家都來說啦 大家都細好 還有很多懸案嘛 那些大牌歌手啊 點點點啊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選擇 不願意放下 不願意let it go 大家都要說過去的傷痕 誰沒有傷痕 誰 多數的人都是從傷痕當中 從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被傷害走過來的 不是嗎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那最後我要講的當然是完全對不起我所有身邊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在我認識他之後 尤其是這九年吧 我絕對是 絕對是改過自行 絕對對著其他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敢去多想 天下大亂 然後 我的東西也 收藏這麼多東西要幹嘛 燒掉吧燒掉吧 全部燒掉 找到焚化爐全部燒掉 所有 對這個世界曾經付出的愛 通通燒掉 我也不知道 哪什麼臉去見人 我做了很多傻事 我做了很多好事 可惜它是不可能 就是 抵消掉 我一定要負責的 一定要負責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往下走 我剛剛講完這些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每人心中的傷痕 不是只有心騷 這些傷痕影響的程度 不是只有因為肢體接觸而留下的痛 或者是留下的苦 我媽媽 她 在幾年前 透過關係來找我 我在公共電視 後台 非常謝謝寬姐 陪著我見她的一面 沒話可說 之後也沒有再見 我也不知道那個叫不叫原諒 可是我也不會去說 她都幾歲了 我幹嘛說那些 可是我要告訴你 她也是我的傷痕 永遠不會結家的 她的離開我永遠不會放下的 我可以 我可以不去想 那個畫面 那個十歲的 小嬌嬌 站在天母八樓陽台上 往下喊 對著她跟喜美的車子 都幾年了 四十幾年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 不好意思喔 這個流彈散射 但是現在不就是這樣嗎